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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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在河内 约公众院总书记软副仲和越南国会主席转圣松 分别会见了正在访问越南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内的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 纳扎尔拜业夫总统希望 与越南进一步加强多方面合作关系 尤其是在经济 贸易 投资 文化以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合作关系 当天 国会主席软三重会见了正在访问越南的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拜业夫 国会主席软三重表示 除了经济合作外 两国应进一步推动文化 社会 国防 安全 和对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至此之际 为了推崇纳扎尔拜业夫总统在巩固与发展 哈约友好合作关系所处处的贡献 河内国家大学向纳扎尔拜业夫总统受为名誉博士证书 在喀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拜业夫访问越南期间10月31日 越南共商会与喀萨克斯坦共商会联合许办 约卡企业论坛 越南政府副总理吴文宁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议谢克社傅 共同主持了论坛并发表指导讲话 在论坛上发表小话时 欧文宁副总理希望今后两国贸易投资合作关系将提升到新台阶 越南对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外国投资商向越南投资表示欢迎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克社傅认为 越南与哈萨克斯坦有巨大经济合作潜力 越南在农水产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具有优势 哈萨克斯坦在科学、冶金、工业、彩雀 尤其是油漆等领域的发展水平较高 论坛结束前 越南共商会与哈萨克斯坦共商会 结属了关于成立 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企业集会的合作协议 越南油漆集团与哈萨克斯坦 卡库斯特集团结属了油漆合作备忘录等多项双边合作协议 10月31日在河内 越共中央总书记软副仲和越南国会主席阮盛聪分别会见了正在访问越南的委内瑞拉主席罗哈萨 委内瑞拉国会主席罗哈萨表示希望进一步推进委约两国的良好团结 友谊关系和两国国会的合作关系 软副总书记肯定了越南巩固和加强两国友谊和合作关系 将两国关系提高到新一台阶的决心 软总书记委托罗哈萨主席向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转达他的问候 当天 国会主席阮森从会见了委内瑞拉国会主席罗哈萨 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 国会主席阮森从与委内瑞拉国会主席罗哈萨就两国国家捍卫和建设过程交换一件 两位领导一致同意努力推动双方全面合作关系 加强两国国会团结与沟通 为发展瑞维两国民主友谊关系抽出积极贡献 当天 政府副总理黄中海会见了委内瑞拉主席罗哈萨 黄副总理和罗哈萨国会主席共同承诺 将在自己的岗位上进一步推动越南同委内瑞拉的合作 特别是两国家能源 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过去泰国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红债给泰国人民较成重大人员上亡和财产损失 越南政府决定向泰国政府和人民提供总值为十万美元的援助环项 帮助泰国居民克服红债后果 10月31日受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的委托 越南外交部长潘平民向泰国驻越南大使秦瓦诺大使 转交了一张面值为十万美元的支票 并表示泰国政府和人民贫舍传统的相亲相爱精神和健将意志 将可早日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 泰国驻越南大使秦瓦诺对越南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表示感激 并讲到越南的这一款援助将是泰国战胜自然灾害的巨大鼓励 为了促进越南与韩国科技合作关系 11月1号在壳内 越南科技部与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联合举办 两国科技联合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从1995年 越南两国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议至今 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是通过月刊科技合作委员会召开各次会议落实的 在本次会议上 越南希望进一步促进双方科技合作关系 尤其是在科技管理、生物技术、先进科技技术、医药技术、新系技术和媒体、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会后双方就今后举行歌唱讨论会 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等多项合作内容达成一致 其中双方就努力扩大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活动范围 并把目前的科技合作委员会改成交易科技合作委员会 10月31号晚在壳内与莫斯科 越南中央电视台与越俄友好协会 共同举办了电视异地直播节目《胜利之歌》 生动在线70年前 苏联恐惧在莫斯科恐场大跃病 和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 在越南的直播点是河内友谊文化工 此外对在越南生活的俄罗斯人也有中大意义 与越俄两国友谊关系最出贡献 据越南统计总局 201年前十个月 饮食厂商许多产品的出口价格增加并处于高位 使越南出口金额达到780亿美元 同比增长34.6% 越南统计总局认为 今年前十个月 商品出口总额增长率较高的原因 一方面是包括木薯 钢铁 油漬 原油等商品在内的许多出口商品数量增加 另一方面是市场上的许多商品价格上涨 并处于高位 今年前九个月 美国仍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市场 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7.8% 极致是欧盟 东盟 中国和日本等市场 与此同时 今年前十个月 越南金额达864亿美元 同比增长27.2% 越南被选为在比利时沙雷洛瓦市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的2011年沙雷洛瓦国际博览会两个主题国之一 在开幕式上发表转话时 越南驻比利时大使翻身驻强调 越南被选为盖博览会两个主题国之一 体现了越南和瓦龙乃至比利时在各个领域 尤其是文化和贸易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翻大使强调 以越南跨年龄为主题的此次博览会 将向比利时朋友推荐和平而美丽的国度 越南 拥有1200平方米的越南展位以生动而别处心裁的设计风格 在2011年沙雷洛瓦国际博览会脱颖而出 关于独注丝 夏龙万 松跨空庭 越南传统手工一寸等图片 食物和模型 以及越南传统补状 吸引了中多对越南感兴趣的参观者 沙雷洛瓦国际博览会是瓦隆区域常年举行的最大国际博览会 每年吸引全球数百个展位参展 本次博览会将于11月13号结束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